哇 泡動水了 感覺太好了 哇 大家早安 真的好久不見了 我是威翼 現在我人在這個台南 漁光島 那今天我要來解鎖 我要來解鎖我第一次的漁光島衝浪 那剛好呢 終於啊 台灣終於 解封了 降為二級 然後大家都可以衝浪了 所以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期待 那今天禮拜六 六點已經有非常多人了 那大家都會保持距離 那像我現在在岸上也戴著口罩 那等一下一下水呢 我就會把他口罩拿掉 然後放在口袋裡面 那很期待今天也帶了我的新的板子 終於要把他來下水了 是一張軟硬板 到底會衝得怎樣 我也不知道 因為已經兩個多月沒有衝浪了 好不好 真的很久沒衝浪 希望還衝得了 那這張板一樣沒有辦法架GoPro 因為我還沒有黏 那是第一次下水 我就咬在嘴巴上了 希望過得去 那今天的size呢 剛剛拉起來有 胸肩藝人吧 我的胸肩藝人至少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不好 很期待 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就下水見了 Let's go 哇 泡到水了 感覺太好了 我整個人都活起來了 好開心喔 雖然現在下雨 然後天氣非常的陰 水也非常的髒 可是好開心 好開心 我終於活了 趕快出去到奧塞 下一道讓 Let's go 製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chanted by your ways In the magic of your eyes I become lost in their spell So come closer, my dear Because all is well Oh, I hope this field will last Till the oceans turn to glass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urns in face of lack Together we'll hold back the sun In this moment forever young Against the stream of time We'll run, baby We'll hold back the sun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world spins round When an A right next to you I can't close my eyes Even though I've tried These perfect moments of you I thought I'd stick and brace in the morning Away to that perfect side of you Together we'll hold back the sun In this moment forever young Against the stream of time We'll run, baby We'll hold back the sun It's Eyes Then catch some Up in The air And all the underer Because it's very dangerous If it takes some If Sitting mois It falls 會GG的喔,所以只要打雷的話 就是一定要上岸 然後運氣很好啦 就是衝浪然後遇到這種狂風暴雨 非常難得 那今天大概是我有史以來 遇過浪追 也不是浪 是雨最大的一次 然後 衝不起來 真的衝不起來 我知道會退步,但我沒有想到 退步這麼多 然後我現在不能講話,一講話 我吸不到空氣 嘴巴都水 我先關機了 哇,各位今天真的是衝爆了 真的衝爆了 我早上沒有睡覺 然後直接來到這個漁光島 然後就下水 然後下水衝衝衝衝衝衝 我也忘了幾點 八九點吧 然後吃個東西 然後我就在7分那邊停下來 就在車上睡覺 然後睡到中午下午 然後又再吃了一點麵包 就繼續下水 然後衝到現在幾點我看一下 五點 現在整理完 弄完五點半了 今天呢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來熟悉一下衝浪的感覺 我跟大家講 你們這兩個多月沒衝浪的完蛋了 真的會從零開始 但是 漸漸的很快的就熟悉回來 但前面幾道浪真的是 哇,覺得自己怎麼可以退步成這樣 完全不會衝浪 那當然可能跟我第一次下漁光島的關係 就是完全不熟悉的讓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關注我的話 我會建議說大家不要一個人下水 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 可能你不見得會 假如你是北部人 你不見得會在北部衝嗎 你可能就會追著浪跑 西南氣流 來到這個南部來衝 那因為你如果一個人下的話 你對這邊環境不熟 它這邊有海流 然後有不同的浪況什麼的 所以其實是相對比較危險 加上現在大家海上都保持距離 然後都沒有什麼交談 所以這個方面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安全 那最好的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當然如果你有認識的人 然後你們彼此 就是衝浪騎士 彼此還是會有默契嘛 對不對 這樣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超級菜雞的話 建議你這段時間還是先不要下 那最好 因為在菜雞的時候 是有人陪同的時候是比較好的 那當然你越老手的時候 你對經驗的判斷 你就可以自己評估 這給大家建議 然後就很恭喜說現在台灣 反正可以開始衝浪 只是你們要注意一下就是 上下案 口罩還有快篩等等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保持這個 遵守法律 然後還有為大家的這個健康著想 就是我們盡量不要 有這個風險存在啦 那除了這個疫情的問題呢 就是大家也別忘了敬畏大海 因為衝浪 畢竟還是有風險的運動 那只是在你怎麼去評估它 那不是說一結封你就一個人要下水衝浪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危險 加上最近有浪嘛對不對 然後今天 衝了一張新的板子 然後這張板我覺得 蠻特別的 因為它整張板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之前的那張藍色的軟板呢 這個MR的那張衝起來是很飄 我會覺得是飄在上面的感覺 然後 很有被推力的感覺 被推的感覺 那這一張呢 它是相對的是比較沉的 它是比較貼在水面上 可是呢 它滑很多 非常滑 所以我 剛好我現在是用兩舵嘛 我覺得之後可能要用三舵 我會想辦法再找一隻舵 可能那個2加1的小舵 或者是在大的舵 直接裝成三舵玩 再試試看 然後它這個材質 它這個材質蠻摸手的 就是我的手啊 然後 我的大腿內側都蠻摸的 所以 上一張板我覺得沒那麼摸 但是這張的這個材質 我覺得蠻摸的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們有買的話 自己 心裡有準備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張還是一張蠻屌的板子 就是至少全台灣同吃都沒有問題啊 好 那接下來 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沒有 我要來去